男人惊恐地发现 商场竟出现许多透明的邪灵 这把小伙下的不知所措 可诡异的是 商场里的人依然平静 丝毫不知危险已经来临 殊不知 这些透明物体 只有小伙可以看到 因为它天生和常人与众不同 拥有一双可以看到 世间邪灵的阴阳眼 之所以这些透明物体 爬满整个商场 其实它们就是传说中的邪灵 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它们的身影 专门以人类的死亡为时 想必这个商场 即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 还没等小伙反应过来 突然 一个手持武器的暴徒 闯了进来 一言不合 朝着四周疯狂扫射 听到枪声的顾客 被吓得落荒而逃 可想要逃出去 不料商场大门 已经被暴徒关闭 无奈之下 整个商场 犹如被宰杀的羔羊四处躲藏 可小伙的女朋友 也在商场上班 眼看女友即将陷入危险 她飞快朝着女友的店面跑去 看着暴徒即将朝女友射击 小伙立马拿起手枪果断阻止 小伙却发现 商场还有一只邪灵的身影 他立马感觉大事不妙 其实灾难并没有结束 他跟着邪灵迅速来到车库 打开一辆货车的后备箱一看 竟是满满一车厢的汽油炸弹 眼看距离引爆不到三分钟 突然一个黑衣人出现 非常一部精彩刺激的科幻大片 值得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要看人片 大叔将手搭在车门上 布料在太阳的灼烧下 胳膊被烧得通红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男人惊恐地发现 地球上的臭氧层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出现一个大洞 没有了氧气层的保护 太阳光照射在冰冷的海面上 一时间 海水就像热锅里的热水沸腾起来 就连海底的小鱼小虾 也被煮成了鲜梅可口的海鲜 更不可思议的是 炙热的太阳光 以每秒666脉的速度疯狂移动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紧接着 太阳光就朝着金门大桥缓缓逼近 仅仅用了0.003秒的速度 大桥上的金属物体 全部铲出火花 男人见状 赶紧关上车窗 刚要准备撤离 可还没来得及启动汽车 下一秒 玻璃经受不住高温 瞬间爆裂 就连米其林的轮胎 也在一瞬间融化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坚硬无比的金门大桥 瞬间被拦腰斩断 汽车如同饺子一样 纷纷掉入大海 眼看热浪正在朝城市逼近 可海滩上的人却浑然不知 等发现情况时 一大群人迅速 躲进了周围的商场 而受到惊吓的鸽子 也到处乱飞 直接撞在大楼的玻璃上 导致行驶的车辆 也发生交通事故 随着热浪融入到城市 下一秒 人类建造的大楼 顷刻间化成灰烬 仅仅用了10秒钟 地球上就发生了恐怖的一幕 这个女人不简单 脱下自己的小妹妹 迅速套在摄像头上 不得不说 大小型号还挺合适 紧接着 女人使出吃奶的力气 先翻一张桌子 然后拿出两桶清洗剂和漂白剂 倒在垃圾桶 液体迅速发生反应 开始冒烟 掰下一根桌腿 将沾满液体的纸巾 塞进桌腿中 最后再连上面火器 就这样 一个简易的火电筒 就制作好了 就在这时 外边的特工刚要准备进攻 就被女人一炮子干蒙圈了 趁特警不注意 女人迅速夺过一把手枪 对着窗户就是框框几枪 就这样 女人从戒备森严的大楼中逃了出去 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个女人其实不一般 原本是中情局的一名特工 之所以被人关押 就在几个小时前 一位声称是俄国特工的老人前来自首 他竟满口诬陷女人 可女人却轻蔑一笑 转身就要走 可中情局的长官却觉得他有问题 执意要将他关押起来 尽管邵特百口莫辩 上司却依然不为所动 只好将他暂时囚禁起来 然而 就在押送老人的路途中 他突然不再伪装 拿出尖刀 狠狠扎向押运的特工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老人最终逃了出去 得知此事的邵特 觉察到对方另有阴谋 为了逃出去 他自制好一个简易火箭筒 趁特工攻击时 立马从大楼里逃了出去 等他逃到大桥上 他只好纵身一跃 落在了一辆货车的顶部 此时的上司 已经精准目标 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 随即跳到另一辆车上 抢过一辆摩托 扬长而去